大家都说我的球进步了 我也感觉到我的变化 那么现如今见到高手我就想挑战 屏幕远端的是 哈尔滨市到外区教育系统的冠军 孙琳杰老师 孙老师是我们业余圈当中 非常有名气的防守王 能够称之为防守王的选手 防守的能力必然建长 咱们先看一下这板球 我的进攻已经发挥出权力了 但还是打不动孙老师的防守 怎么能够通过进攻得分 要反拉 要借助他的速度 把球打快才能够得分 这板球拉斜线也得分了 很多看过我视频的朋友们说 防守王孙老师反守太强 你要时到的给他送正手 朋友们今天我告诉你 他的正手并不差 他正手放高球的能力更强 朋友们看我现在的进攻质量 比以前确实大有提高 但还是打不穿孙老师的防守 每当打起这样的球的时候 就让我感觉到无地自容 视频中体现出 看起来非常简单 但这球一旦让孙老师放起来 想赢这分是真难的 孙老师的反手确实快 这板球与他反手相持吃了亏 一板发力推到他的反手 孙老师顺势反打 突然间偷了他正手的长球 再打一板大角度 朋友们抽冷子打一板机会球 是可以得分的 但是孙老师一旦形成中规中矩的放球 你想通过进攻得分就太难了 这板反手的敲回头漂亮 我是通过这板反拉 再一次把孙老师打退台 朝着他正手 一顿狂拍 再拍他的反手 终于是拿下了这一分 发球以后就抢了 可惜拉二板丢了 朋友们你和孙老师打球 你着急不行 你一点不着急 稳扎稳打更不行 这板反拉又得一分 借助他的力量 拉一板直线又得一分 揭发球推正手 采用的战术没错 孙老师又放弃了高球 这板球我是使出了全身的解数 采取了拉 拍 减力 加力 各种角度的突击 终于把这分拿下来了 朋友们我就感觉到 和孙老师过招 就如同扒了一层皮一样 非常的辛苦 每完成一次高球的任务 都会出现失误 你看看这个防守 麻烦这球也够难打 要是你打班 第一局11比19 前两局结束了 0比2落后 比分咬得死死的 就是拿不下来比赛 朋友们看这板反拉 再看这板拉角度 再拍斜线 你能说我的进攻不好吗 但怎么打都不得分 还是一板高质量的反拉 孙老师回球猫高 发力拍斜线 再拍 终于拿下这分 朋友们孙老师打球 他并不是一位的防守 看这板反攻多好 这板反拉直线 质量相当高 可惜掉过头来 这板拍打丢了 打到这里 我感觉体能 已经到了上限 像这样的强对抗 对于进攻方来说 体能上是大的考验 体能下降 主要体现在 进攻方会出现 无谓的失误 这板球还是玩命拍 反拉出了一板快节奏 然后再拉得了分 拉一板出了个滚碗 这样的球最开心了 朋友们再看这板球 很积极了 先是防住孙老师的进攻 随后再组织进攻 体力已经上下了 这么激烈的对抗 对体能绝对是考验 从这板球上可以看得出来 我的速度明显慢 但通过带节奏得了一分 这板回球质量不高 被孙老师的反手 拍了个大角度 在我进攻力量不足的情况下 孙老师的反手 是反踢回头打角度 通过这板球可以看得出来 明显跟不上对方的速度 一板拉球滚网了 出现这样的运机球 就是天助我也 随着我体能下降 孙老师是越战越有 朋友们呐 明里赛又输了 接受现实再接再厉 请您关注一封稀土 关注我用的直板展览宝 关注锅子王的底板 关注我橱窗里面的 秋娃品牌的稻花香米 咱们下期再会 孙老师太厉害了 就是差一两分 都一直突破不了